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我是助理分析师Clara王。 澳大利亚最新公布的CPI数据显示,目前澳洲的通胀略有放缓,但是仍然是高于预期的。 那么数据显示,9月的季度CPI是上涨了1.2%,同比上涨5.4%, 这跟澳联储的通胀目标2%到3%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那么也有较激进的预测表示,澳大利亚可能将有两次加息。 那么我们都知道,澳联储其实一直是在观察目前的通胀情况, 也希望看到通胀放缓的迹象,以决定是否结束加息。 然而这次数据显然不达预期,那么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加息预期使得澳元短线走强,而澳股则下错。 截至消息当日收盘,AXX200指数抹平了澡盘0.4%的涨幅, 下跌了0.04%,收于6854.3。 从公布的CPI数据分项显示来看, 尽管通胀从峰值7.8%持续放缓, 但大多数商品价格仍高于一年前, 汽车燃料、租金、房屋购买和电力价格上涨是通胀的主要原因。 而服务业通胀率虽然是自2021年以来首次下降, 但是仍接近20年来的高点达到了5.8%。 那么关注澳元的投资者都知道, 澳元自7月以来是持续下行, 而如果澳央行真的继续加息, 那么可能就会为大家带来一些短线的交易机会。 今天就给大家一次性的梳理目前支持澳元上涨和下跌的理由。 首先,我们都知道澳元看涨是离不开加息, 那么根据目前的利率预期, 澳洲至少还有一次加息, 且利率将在长时间维持高位。 那么物价数据公布后, 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也认为, 11月和12月将连续两次加息, ANZ、NAB和CBA的经济学家均预计, 在11月7日的澳大利亚央行会议上, 利率将上涨25个基点,达到4.35%。 此外,澳央行对抗通胀的态度是十分强硬的。 澳央行在11月会议纪要中重申对通胀上行的担忧, 并表达了继续收紧货币政策的意愿, 当时就曾引领澳美短线的上涨。 那么新日的央行行长Block在周二的讲话中也曾表示, 如果通胀前景大幅上升, 它将毫不犹豫地提高4.1%的现金利率, 这表明澳央行货币政策走向将受到通胀数据的持续影响。 那么澳央行在11月7日的联储会议上如果选择加息的话, 澳元将会受到提振。 但同时,澳元的看跌理由方面一直离不开美元的强势。 当前,中东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给澳元带来了不利因素, 美元一直以其避险能力强而闻名,施压于澳元。 此外,尽管澳大利亚央行自疫情低点以来已经加息了400个基点, 但是呢,对比美联储加息525个基点, 即使澳央行在11月加息,澳美利率差值仍然会阻挠澳元上涨。 当我们谈到澳元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经济, 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是高度依赖对中国的出口和贸易,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不及预期也可能成为澳元基本面上一个关键的利空因素。 那么投资者又该如何交易呢? 我们建议您可以把握短线双向交易机会。 尽管澳元多投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受到压制, 但它在0.63美分附近进行多次测试, 下方支撑水平0.62896美分表现出强劲的支撑。 澳央行后续如果加息呢,将会有助于澳美突破下行趋势线, 上方阻力0.65美分。 年底前呢,澳元大概率会在0.63到0.65美分区间内波动, 交易者可以把握双向交易机会,从中受益。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加转发。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